优先被安排上的是庆云年二 只有饰演颜冰云的肖战没有在官宣演员表内 即使之前卯传换人消息最多的李沁 陈道明 郭麒麟 李小冉等也在官宣演员内 从妆容上可以看出庆云年二的诚意 在原有的妆容上进行加强 基本合议没有多大区别 即使隔了四年看到聚照一下子就不陌生了 可惜的事关宣演员表上 没有肖战的名字 之前网传肖战不会再接 如今看来换人的消息是真的 要说肖战如今的嘎位 再来演颜冰云这个几番以外的男配 尽管是个重要角色但戏份确实不多 颜冰云这个角色戏份虽不多 但属于比较重要的男配 圈内男明星应该有不少想争取 有网友提议这四个男明星来出演 周姿潮 王佑硕 刘学义 龚俊 不过庆云年二还没有关宣言冰云的演员 可能还在洽谈中 说不定最后将肖战也能回归也不一定 很多剧拍续集都会大换演员 有了甚至男主或者女主都换 这部剧如今只有肖战还带定 其他的基本全员回归 也可以看出庆云年剧组拍续集的诚意 张若云终于开始停坑了 这些年张若云在影视圈内一直有一个外号 那就是张无忌 意思就是张若云总喜欢拍第一季 然后第二季就遥遥无期了 从最早的庆云年一到后来的警察荣誉 再到雪中汗刀刑 几乎都是第一季拍完之后 第二季就没有影子了 让观众等的最长时间的就是庆云年吧 第一季是2019年上线播出的 后来每一年都在转 这部剧准备拍第二季了 可是最后观众都会发现 都是疯传 但是这一次 庆云年二开拍的消息终于正式官宣了 而看完这一季的演员阵容 情情真的觉得到有意外 有惊喜 最大的两个意外 第一个大意外是李沁居然还会回归 其实看过第一季庆云年的观众 都会发现李沁拿到的角色 虽然挂着女主之名 可实际上呢 这个角色确实过于扁平 过于没有看点了 甚至没有剧中的女配角色 李李等人有看点 要是别的女演员 看到这个角色 这么扁平 肯定是不会第二季还来演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一季李沁居然还回归了 这一点真的让所有的观众意想不到 而从这一点来看 李沁确实让我好感倍增 毕竟说好了原班人马回归 他这个女主不回归 确实就不圆满了 第二个大意外是颜冰云一脚换人了 我们都知道第一季庆云年的结尾 是颜冰云捅了范贤一刀 按理来说 这么重要的角色 不应该随便换人的 但是第二季演员阵容官宣 放出了所有演员的海报 却唯独没有放出颜冰云这个角色的海报 可以看得出 第二季演冰云的扮演者应该是换人了 其实肖战不来演这部剧也正常 毕竟徐克刚刚贯宣了他的新电影射雕的人选 国境一角 交由肖战来出演 可以说肖战确实没有时间来演这部网剧了 至于这部剧的惊喜呢 其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这部剧真的做到了原班人马回归 蝶的剧过了三年五年之后 剧中的主角总会换几个人 但是这部剧过了三年之后再开拍 剧中的重要角色真的一个都没有少 陈道明饰演的庆帝 吴刚饰演的陈萍萍 还有张若云饰演的范贤 这三大男主 全人回归 这部剧的诚意就够足的了 而剧中的配角呢 也都是第一季的老人 比如田宇的王启年 郭麒麟的范思哲 宋义的范若若 李小懒的长公主 就连二皇子都还是刘端端在出演 什么叫有诚意 这就是有诚意 什么叫尊重观众 这就叫尊重观众 从主角到配角 真的全员回归 这一份心思 真的诚意满满 真的足以让观众惊叫 特别是剧中的配角 比如田宇 郭麒麟 宋义 这些演员 这几年有多火 大家应该都明白 都是演主角的人了 现如今还愿意为了这部剧回归 还愿意回去演配角 就冲这一点 这部剧就值得再火一次 而按照这部剧的拍摄进度 今年拍完 年底上线的概率极大 用四年来等这么一部剧 确实值得 你们觉得呢 人觉得我看不清楚 我看不清楚 都什么